好 睽違十多年 我們的APEC特使林信義這一次再次出動 而且跟中美雙方也在會場有一些互動 像是他跟拜登就有對談兩三次 至於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揮手之意 因為畢竟每個人都搶著要聊天 實在太忙了 倒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次APEC會議當中 即將在明年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等於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演最後一次的拜習會 而拜登仍然心系台灣 不忘強調台海和平重要性 而習近平則是提出了中國有四大紅線 其中之一就是反台獨 而拜登也強調一切以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符合全球利益優先